近日 岛内绿媒持续炒作 台湾争取让美国F-16V战机 明年提前交付 有岛内网友对此讽刺称 衰机阵容更坚强了 17号 岛内绿媒原引美媒报道称 台美官员已讨论美方 提前交付台湾F-16V战机的可能性 台官员16号透露 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F-16V型战机 先前排定首批两架可在2023年交付 2026年前全部交付完成 因应台海局势需要 台方争取交机时程提前至2022年 以及首批交机数量增加等诉求 但仍待美方决定 对于台方争取让美方在明年 提前交付F-16V战机 有岛内网友讽刺 衰机阵容更强大了 还有网友认为 F-16V这种三代机 在歼20面前根本没机会 乱花钱自我催眠 据台媒书里 F-16战机在台湾服役超过20年 共发生9次重大事故 其中共有7架实施 造成7名飞行员死亡 除了坠机 此前F-16战机事故频出 从之前的战机座舱罩飞拖 毒气泄露 栽到经济吃土 被爆战机问题多 感谢观看